另外新北市议员候选人陈宜君的竞选总部 也在19号这天在中正国宅成立 包括了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以及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等人都到场站台 朱立伦与洪秀柱都向选民推荐陈宜君的认真负责 甚至因为忙于服选民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因此希望大家在11月29号用选票肯定陈宜君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陈宜君的竞选总部 10月19号这天在新店区中正国宅正式成立 到场支持的选民将现场挤得满满满 王天包括了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副市长胡友宜 立委罗民财 新北市议会议长陈宪敬 以及相当多地方政坛人士 都上台替陈宜君打气 朱立伦对于陈宜君过去四年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 还夸赞陈宜君的表现 比过去担任过县议员的父亲陈宜兰还要优秀 我虽然没有跟他爸爸陈宜兰议员同事过 但是我听议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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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长你说 说陈宜君的表现远超过陈宜兰议员 这样对吧 说清楚于兰赏于兰 议长讲的比较婉转一点 叫清楚于兰赏于兰 市长说较适合 就是他的表现比较爸爸 各位 各位愉快 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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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得到嗎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在月二日 陳怡君公票動算好不好 好 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則以輕鬆的語氣 調感自己在政治上 打拼到現在還是單身 現在看到陳怡君 就讓她想到自己 她希望民眾一定要支持 願意犧牲時間 服務大眾的陳怡君 这小姐不错 想到我自己 年纪这么大 嫁没人爱 我看她也差不多了 她我祝福她不要像我一样 我想一个小姐 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奉献给社会 奉献给大家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陈军的父亲陈一拉 也上台为女儿拉票 他强调陈一军不仅是一人当选 更是全家一起服务 一节东算 我们全家的服务 无论是我 还是我们太太 还是我的孩子 你看我们今天的动员 像今天这几天来 我们可以都在专业的组 所以你会觉得我们一个组 我们全家的服务 然后八千十九 我们一定来努力 我相信我有这颗称职的心 我愿意为大家来服务 我不需要花很多的选举 新北市第八选区 这次共有三名女候选员对决 竞争更显激烈 除了陈一军为现任市议员 其他两位女候选人实力也不容小觑 在选举越来越白日化时刻 如何争取选票是一大学问 继续成品章门齐新店采访报道